今天真是双喜临满呀,不仅是赵丽颖的生日,还是爆出赵丽颖和冯绍峰结婚证件,这件事情也给本司们很多惊喜。 赵丽颖公布领证的时候,一条信息瞬间上了热门,可以看得出冯绍峰和赵丽颖已经很甜蜜了,估计两个相恋应该很久了,最近爆出的照片是冯绍峰躺在赵丽颖怀中,赵丽颖也十分意爱冯绍峰,双手抱在冯绍峰的颈部,给人十分甜美。 其实在很多晚会上,你们会发现赵丽颖的双手,总是挽着冯绍峰,这一动作给人亲近感十足,这次结婚赵丽颖并没有选择隐藏。 相反公开大方告诉我们,也正名赵丽颖的真实人品,冯绍峰也是很浪漫的一个人,在镜头前送了爱心红玫瑰,在后面送I love you,粉红色玫瑰,这场景太浪漫了,简直是让赵丽颖少女心泛烂呀,可以从照片看得出赵丽颖很开心,开心像一位小公主一样大笑。 但赵丽颖抱着冯绍峰,而冯绍峰躺在赵丽颖的怀里简直太甜美了呀,注意冯绍峰的双手拿牵着赵丽颖的手,看来两位真的很恩爱,这画面太幸福了。 冯绍峰和赵丽颖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,可以看得出赵丽颖一直挽着冯绍峰,而冯绍峰也一直很绅士,很享受这种近距离亲密接触。 基本大多数活动,赵丽颖都会选择挽着冯绍峰,可以看得出赵丽颖觉得挽冯绍峰很有安全感。 当然冯绍峰一直以来很绅士,主动把手给赵丽,迎挽着,如今看到两个在一起真实狼才女貌呀。 謝謝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